走 平真 喂 高姐 这下可怎么办呀 出大事了 你快来帮帮我呀 等等 高姐 我们真的要进去吵架吗 他问你借了五万块 你还帮他办了张攀岩卡 然后说分手就分手 说没有千环就没有千环 那怎么行啊 我今天一定要帮你主持公道 走 这是给您的运营房体验装 我发现你分析得挺到位的 现在女孩都是健身护肤两头抓 听了你这个建议 我就搞了一个活动 现在攀岩运营园 可以免费体验玉泥坊的面膜 这下会运输蹭蹭往上上 你看这个 教练 谢谢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对了 你们这个攀岩馆的面膜体验活动 我还得没搞清楚 可以了解一下吗 余芷 我那边还有几个学员 这个就交给你了 那我们进屋聊吧 来吧 看到吗 人呢 刚好 她 她 她 是你借了陈秀珍五万块钱是吗 还有潘野卡的钱 今天必须还回来 是个男人就下来把话说清楚 谁啊 你跟老人说吗 你不下来 那我上去 你个渣男快还钱啊 告知 你给我下来 言伤你告知你小心点 九连 危险 快走 你给我下来 你下来 周思琳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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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动 不小心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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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收好了吗 手都已经恢复了 医生说 接骨的手法很好 对 你发烧 你看我脑子在想什么 这么长时间肯定早就好了 幸好你找到了救援 不然我可能都回不来了 说什么呢 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听说 你找到救援之后 就晕倒了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愿说你很快就走了 幸好你没事 本来我想带人去救你的 可自己体里不知昏倒了 不过现在我也没事嘛 不是双龙火虎也是活蹦乱跳啊 你没事就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是什么时候 我还以为啊 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 会物是人非 可没想到 我们之间还是那么有默契 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不好意思 喂 哥 穆祖云把东街老铺关店了 现在已经派人去拆柜台了 好 我知道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晚上回来 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 在这里等我好了 我一定会回来 等我 等我 你要去哪儿 你回来 抓点时间啊 干什么 停 李北深你干什么 于直 余芝 我们这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 关闭运营不利的店铺 公司要求 我看是慕子云的要求吧 余芝 体谅一下我们做下属的难处 上面的命令 我认为言轻违抗不起 要不您问问董事长 那奶奶压我说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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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照片呢 照片 这个真没注意 有用的东西都搬走 没用的都在那儿 要不您找找 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关门了 我告诉你们 不把那张渣男的卡 给我注销掉 我明天还会来的 气死我了 表姐我们走 看我明天怎么收着她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要在这里等她 谁啊 我都气忘了 刚才拉走你那男的是谁啊 她就是詹姆斯 我的天哪 居然在这儿碰到詹姆斯啊 我吵架吵混头了 居然错过了传说中的詹姆斯 好吧 那我陪你一起等 不用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回来 那万一她不回来了呢 她一定会回来的 你不是要跟文吗 再不跟文 你的粉丝就要追杀你了 不要惹怒自己的义士父母 赶紧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那个你自己小心啊 有事跟我联系 拜拜